十四 山頭都市 一部電影法醞釀二十一年 中國電影業終於有法可依啦! 2015年9月5日文魚新聞十四電影產業促進法 將打擊偷票房等不當競爭現象 中國電影產業化的進程時間並不長 產業鏈尚且不夠完善 並存在偷票房等不正當競爭現象 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進一部推進 意味著國家已將電影產業發展納入戰略層面 而中國電影產業也將在更加法治化的環境中迎來生的機遇 1905電影網消息 中國政府網日前發布官方消息 國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 草案 以提升文化產業水平 促進電影產業健康發展 會議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據了解 電影產業促進法第一稿誕生於1984年 正式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徵求意見稿於2011年12月15日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 其中提到了以下幾項重大舉措 首先就是降低電影拍攝准入門檻 不再要求從事電影攝製業務的企業有 符合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構 對社會資本投資電影攝製等業務不做限制 其次 電影產業促進法也將對偷漏門部票房 貼片廣告進行監管 還包括對電影拍攝、發行、放映進行稅收優惠等意見 此外 根據2011年的徵求意見稿 沒有對電影分級作出相關規定 但與現行的電影管理條例相比 電影不得拍攝的內容有所增加 在電影公益方面 將加強農村電影放映 將影視教育納入義務教學計劃 地方政府應保證低收入人群觀看電影